夜色文涉滩 吴智洋说 真是看走眼 看走眼 看走眼啊 桃圆县长吴智洋昨天接受访问 谈到部首夜色文涉滩事件 大探心情沉重 看走眼 我自己都觉得非常非常自责 但是我会勇敢面对 坚强下去 坚定勇敢地推下去 这样才能造福民众 我父亲用他那个时候 他还职位还蛮低的 最主要我们看上的是他的专业能力 他的专场经历很适合 现在桃圆正要起飞 包括都市计划 依照他这个等级的 就是大概一个月 最高可以有四万块的 这样子的一个津贴 只是没想到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我从来不喜欢有所谓什么手套 任何手套都不要 夜色文涉滩 会影响年底卷期吗 吴志阳说 当然会有影响 就当做是人生的考验吧 东新闻综合报导